第三千三百九十一章孕育原始神灵的地方 陆明沿着草原继续向前飞行 大约三日之后 咚咚咚就在这时 陆明的古神之心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 似乎在前面有什么东西吸引古神之心一般 前面有什么陆明感觉体内的血液流动都加快了 他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感觉前面有什么对他有意的东西在吸引着他 去看看陆明继续前行 又飞行了一段路 前方一座巨大的高峰出现在陆明眼前 这座高峰雄伟无比 高能有十万丈 破入云霄之中 占地面积就更大了 一眼望不到边 远远望去 整座山峰被一层淡红色的雾气笼罩 给人一种神秘之感 而且有一股浩瀚的气息弥漫而出 这股气息 像极了原始神灵的气息 相隔很远 陆明有一种恍惚 好像前面有一尊原始神灵盘坐在前方 浩瀚强大古老而又深邃 而这时 陆明的古神之心 跳动得更加厉害了 那种吸引力更强了 吸引力的源头 就是这座大山 这种吸引力 强大无比 强大到陆明不想反抗 想要第一时间进入这座大山 陆明不由自主地向前飞去 一会之后 陆明来到了山脚下 浑身被一层淡红色的雾气笼罩 咚咚咚 到了这里 古神之心如大鼓一般跳动 然后产生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四周的那种淡红色的雾气 疯狂地向着陆明汇聚而来 被古神之心吸收进去 这股淡红色雾气 一被古神之心吸收 古神之心上面浮现出灿灿的光辉 然后一股强大旺盛的气血 弥漫陆明全身 这一刻 陆明感觉全身发麻 骨骼响起了轻微的震动声 他的神体居然在快速地变强 好快的速度 好奇妙 陆明心里震动 惊叹连连 这座大山的淡红色雾气 居然对神体有着绝佳的作用 原始神灵郁郁之地 这难道是原始神灵郁郁的地方 古魔忽然大吼起来 似乎非常的震惊 这里是原始神灵郁郁的地方 陆明也震惊 不错 肯定不错 这种气体 就是原始神灵郁郁的时候产生的 原始神灵能够郁郁而出 与这种气体脱不了干系 陆明 你发了 吸收这种气体 对你的古神之体 帮助极大 能大大加快古神体的修炼速度 古魔叫了起来 陆明眼睛发亮 没想到世间居然有这样的地方 连原始神灵都能郁郁 那修炼区区古神体 自然不在话下 效果有多好 可想而知了 当即 陆明盘膝而坐 开始运转古神觉 开始修炼起来 外面的淡红色雾气不断的被陆明吸收 吸入古神之心内 然后转化为一种奇妙的血气 融入陆明全身 帮助陆明修炼古神体 他发现在这里修炼古神体 速度是外面的几十倍 不过几天之后 陆明结束了修炼 这里只是山峰边缘 淡红色雾气还不是特别浓 在大山深处淡红色的雾气才真正的浓郁 陆明起身 向着大山深处而去 果然 大山深处的淡红色雾气 越来越浓郁 比边缘 浓郁了十倍不止 不久后 陆明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然后在一块火红色的石块上 盘膝而坐 静静的修炼起来 这里的淡红色雾气 比边缘地带 浓郁了十几倍 陆明安心修炼 转眼 陆明就在这里修炼了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 足足比得上在外面修炼几十年的效果 陆明有种感觉 若是在这里修炼各上千年 最多几千年 他的骨神体 就能晋级 一举冲入最高等级的子甲骨神体 几千年 这个速度 已经是极其惊人的 若是在外面修炼 没有各几十万年 休想突破 骨神体 越是到后面 突破越难 卡一辈子不能突破 也是正常的事情 除非有逆天的机缘 才能快速突破 如陆明在残破宇宙中 吸收了那一种孕育出万神的玄妙液体 才让骨神体从青甲骨神 跨入蓝甲骨神的 若没有那等机缘 陆明想要突破 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呢 而在这里 陆明感觉修炼个几千年 就能突破 这要是被其他修炼骨神体的人知道 恐怕要发狂 几千年 对于他们来说 不过是眨眼而已 继续 陆明现在有些舍不得走了 打算安心的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 可现实往往不能让他如愿 不远处 传来破空之声 有人急速而来 陆明目光一闪 难道是蛮族的人 但是下一刻 陆明一愣 因为来人 并非蛮族 而是其他种族 一共有七人 来自不同的种族 有浑身漆黑的 身体如铁一般的 也有长发如蛇的种族 但有一个共同点 这些人 都很年轻 通过生命气息可以感觉出来 都属于年轻一辈 这里除了蛮族之外 居然有其他种族 难道是这里的原住民 陆明思存 就在陆明思存的时候 七个青年 已经来到近前 将陆明团团围住 小子 谁让你在这里修炼的 一个青年开口 声音阴冷 目光不善的丁卓陆明 这个青年 长得和普通人族差不多 但是他的头发 却像是一条条小蛇 在不断的扭动着 看起来非常的恐怖 谁让我在这里修炼的 当然是我自己了 对方的话 让陆明有些莫名奇妙 你知不知道 这里是我们飞蒙的地盘 没有我们飞蒙允许 其他人都不能在这里修炼 更不能在这里吸收原始神器 明白了吗 蛇发青年冷声道 原来这种气体 叫做原始神器吗 陆明心中一动 接着道 你们的地盘 废话 这座山有一半是我飞蒙的地盘 外人不得进入修炼 你别装作不知道 蛇发青年道 不好意思 我的确不知 既然这样 我离开便是 陆明道 说完就想要离开 你在这里修炼了那么长时间 就想要这么离开 想得倒是天真 蛇发青年冷笑 脸色不善的丁卓陆明 其他人身上弥漫出气息 堵住了陆明的退路 第三千三百九十二章原始神体 七个青年 堵住了陆明的退路 身上散发出冰冷的气息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陆明皱眉道 什么意思 原始神器 可不是那么好吸收的 想要白白吸收 不可能 交出你身上的储物戒指 才可以离开 蛇发青年道 陆明冷笑 这是明着打劫了 想要我的储物戒指 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陆明冷冷道 这些青年的修为 他也感觉出来了 在神王五重左右 最强的那个蛇发青年 在神王六重 这样的修为 他又有何惧 这些人要是找死 他不介意送对方一程 蛇夫 你们好霸道啊 这里什么时候 成了你们非蒙的地盘了 就在这时 另外一个方向 传来一道不屑的声音 随后 一道道身影闪烁而来 足足有十来人 顺西间 这些人就到了不远处 依然都是年轻人 各个种族都有 地盟 折发青年等人看到这些青年 脸色一变 纷纷后退 规矩在一起 似乎非常忌惮 刘群 这是与你们无关 此人好像不是你们地盟的吧 折发青年 蛇夫沉着脸道 他的确不是我们地盟的人 但是我就看不惯你这样欺压别人 这里乃是你们非蒙 与我们地盟的交界处 不属于你们非蒙 他在这里吸收一些原始神器 你们也管不着吧 地盟中 一个律发青年道 此人名叫刘群 刘群 你就一定要和我作对 蛇夫脸色更加阴沉 一对细长的眼睛中 闪烁着冷冽的杀鸡 若不是他忌惮 刘群 而且对方人数比他们多 他直接就动手了 和你作对又怎么样 刘群淡淡一笑 你 刘群 你给我等着 早晚我要你死在我手里 我们走 蛇夫脸色难看 最后留下一句狠话 带着人灰溜溜的走了 这位兄台 多谢 陆明向刘群一抱拳 无需客气 你是第一次来小枫山吧 飞猛的那些人 就喜欢欺压你这种刚来的 刘群一笑 颇为豪爽 不错 我是第一次来 陆明点点头 又问 难道这座山都被占据了吗 是的 到这里来的人 都是修炼了体制秘术的原始神体的 这里的原始神器 对修炼原始神体的作用非常大 所以这整座山 被我地蒙和飞蒙占据了 一方各占据一半 刘群道 这些人都修炼了原始神体 陆明心中一阵 所谓原始神体 也是体制秘术的一种 不过是和原始神灵有关的体制 如陆明的古神体 与古神有关 便是一种原始神体 如蠻克的蛮神体 也是原始神灵的一种 原始神体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 不知道有多少种 确切地说 有多少种原始神灵 就有多少种原始神体 陆明没想到的是 刘群这些人 也都修炼了原始神体 难道 你们不是本土之人 而是来自外面 忽然 陆明好奇地问 这么多不同种族的天骄 若是本土居民 就太奇怪了 我当然来自外面 来自洪荒宇宙 兄弟难道你不知道 刘群好奇地看向陆明 我 我是无意中来到这里 还真不清楚 刘兄 能和我说说这个世界吗 陆明询问 抓住机会 问个清楚 原来如此 走 我们边走边说 既然有缘 碰见就是朋友 到我们地门喝一杯 刘群道 好 那打扰了 陆明急于知道这个世界的信息 自然没有拒绝 一行人一边走说 刘群将他知道的 和陆明说了一遍 即便有心理准备 听完后陆明依然震惊不已 原来 这里是一个奇异的世界 在洪荒宇宙很多地方都有路口 不管是刘群 蛇夫这些人 都来自洪荒宇宙不同势力 不同种族的天骄 他们都修炼了原始神体 所以才来到这个世界历练 传说 这个世界 是太古洪荒宇宙留下来的一角 孕育过原始神灵 还残留原始神器 对修炼原始神体的人来说 是无上圣地 有极大的作用 居然来自洪荒宇宙不同的种族 陆明低于 好奇得很 陆兄 像你那样吸收原始神器 效率太低了 根本划不来 刘群又道 那怎么弄 陆明问 凝聚原始神经 然后再吸收炼化 速度要快很多 刘群解释 原来如此 陆明心中一动 来这里的人 都是凝聚原始神经的 然后再吸收的 不过小枫山 其实无名小山 凝聚原始神经太慢了 若是在那些明山 那速度就极其惊人了 那才是真正的修炼圣地啊 刘群感叹 一脸的向往 明山 陆明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更多了 不错 明山 这个世界 有十三座明山 明山才是真正孕育原始神灵的地方 充满了浓郁的原始神器 除掉明山 其他山峰 那都是小山 都是明山的枝脉 只是溢出了少数原始神器而已 就像这座小枫山 就是这样 打个比方说吧 在小枫山凝聚原始神经 每一个人 要十年时间 才能凝聚出一颗 但是在明山 一个人一个月就能凝聚出一个 相差了一百多倍 这就是差距 刘群道 相差这么多 陆明瞠目结舌 同时眼中露出向往的光芒 这要是在明山修炼 那该有多快的速度 估计很快 古神体就能修炼到 紫甲古神了吧 似乎看出了 陆明的想法 刘群道 陆兄 明山 我劝你还是不要有想法了 这个世界最可怕的 那些怪物天骄 都集中13座明山之中 这些明山 这被这些人占据了 若不然 我们也不会在这小枫山了 看来 这个世界比想象中的大 汇聚了洪荒宇宙 无数修炼原始神体的天骄啊 陆明思存 接着又和刘群聊了一会 陆明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比如 神君以上的存在 是不能进入这个世界的 进入的 都是神君以下的天骄 第3393章居心叵测 神君以上不能进入 让陆明终于明白 为什么没有发现 满足神君境的人物了 同时 这个世界 是有管理者的 秀为高深莫测 远远不是他们 这些神君之下的能比的 不过那些管理者 一般坐镇在各座名山 不会来理会小枫山这种小山的 陆明 停下 前面有阵法波动 可能有陷阱 就在这时 鼓膜的声音 突然在 陆明时 海中响起 陆明一惊 忽然停了下来 陆兄 怎么不走了 刘群 看向陆明问道 刘兄 你们先走吧 我刚好想起 刚才有东西 落在刚才 那个地方了 要去拿回来 陆明随意找了 一个理由 有东西忘记了 无妨 我派人前去 帮你拿回来就行 我们还是继续前行吧 就快到了 刘群 微微一笑 同时 其他人微微一动身形 不知不觉 围在陆明四周 挡住了陆明的退路 果然没安好心 陆明目光一闪 心里冷笑 这刘群等人 看似救了他 其实同样没安好心 前面布下了阵法 想要将陆明引导 阵法中去 现在看到陆明忽然不走了 又隐隐将陆明围住 刘兄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路被挡了 陆明扫了一眼四周 淡淡道 饺子 看来被你发现了 这时 刘群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露出一丝冷酷之色 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了吗 你们从飞猛手中救下我 果然没安好心 说吧 你们有什么目的 你想要我手中的储物戒指吗 陆明淡淡道 刘群等人的实力 比蛇夫那些人强不了多少 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错了 我们不仅想要你的储物戒指 还要你的人 刘群冷笑道 要 要我的人 陆明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一脸古怪的看着刘群等人 刘群等人也感觉口误 老脸微微一红 然后争鸣吼道 小子 别乱想 我们是要你凝聚原始神经 以后你就乖乖的帮我们凝聚原始神经 明白了吗 原来是要将我当成奴隶了 陆明冷笑 也可以这么说 小子 这个头姑给我带着 上面布下有禁止 只要我心念一动 头姑就会爆炸 将你的头颅炸裂 刘群手中出现了一个头姑 一挥手 头姑飞向了陆明 一副吃定陆明的模样 陆明伸手接过头姑 打量了一下 道 做工倒是不错 我收下了 言罢 将头姑收进了储物戒指之中 刘群等人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是让陆明带上 可不是送给陆明的 小子 给我带上头姑 我跟你说 在这里装傻没用 你会死得很惨 刘群大喝 是吗 我看你怎么让我死 陆明淡淡一笑 小子 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刘群边上 一个壮硕的牛人青年大喝 然后身形暴冲而出 向着陆明冲来 一拳向着陆明轰杀而来 这个牛人青年 有神王武众的修为 一拳轰出 虚空乍响 拳压恐怖 当拳头快要击中陆明的时候 陆明也一拳轰出 空 两人的拳头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爆发巨响 接着 一道身影急速倒退 连退十几步 才站稳身形 这道身影 自然是牛人青年 居然没有受伤 一拳击退牛人青年 惊讶的反而是陆明 他这一拳 运转了天魔今生 威力极其可怕 不要说同级的神王武众了 就算比他高粱重的修为 都要被他一拳打死 而牛人青年 却只是被击退而已 三次觉醒吗 果然是来自不同种族的天才 陆明低语 闪过一彩 看来 这个世界中的天才 超出他想象的多啊 饺子 有点实力 再来 牛人青年被击退后 眼中闪过暴虐之色 摸得一声大吼 从他口中传出滚滚音波 轰向了陆明 这是一种音波秘术 威力强决 能将人活活震杀 神龙法相 陆明低沉的声音传出 脚步一踏 一条巨大的九爪神龙浮现 摇头摆尾 龙爪一抓 虚空震动 直接将对方的音波秘术给破了 太古牛神体 牛神踏空 牛人青年咆哮 他的身体猛然变大起来 化为一头巨大的神牛 神牛足足有几百米高 上千米长 如一座小山一般 特别是他的两根牛角 斜刺向上 如两把天刀一般 这是一种体质秘术 如骨神体一般 也算是一种原始神体 同时 一头巨牛的虚影 在牛人青年头顶浮现 一声大吼 山川震动 这是他的本源秘术 接着 巨牛虚影与太古牛神体 融合在一起 脚踏虚空 向着陆明冲杀而来 还真是厉害啊 陆明感叹 这牛人青年 看起来很年轻 本源神力因子 居然已经三次觉醒 还掌控本源秘术 和强大的体制秘术 这等实力 拉到太虚皇家圣院去 在陆明他们这一批人当中 除了寥寥几人 没有人能够胜过他 就是不知道 刘群那些人 战力如何了 巨牛踏空 如一座大山 向着陆明撞来 两根如天刀一般牛角 向着陆明刺杀而来 这一刻 陆明身上爆发出 强大的气息 触发了战子觉 四倍战力 体内神力狂暴 运转天魔金身 一拳轰了出去 轰击在巨牛的 一根牛角上 驱空爆发可怕的巨响 肉眼可见的冲击锅 冲向四面八方 然后巨牛冲撞的势头 硬生生的止住了 它巨大的身体狂震 然后不断后退 卡擦 巨牛的牛角 裂开了一道道口子 然后碰得一声炸裂开来 巨牛发出一声惨叫 巨大的身体横飞了出去 将一块千米高的巨石状的粉碎 实力还不错 但是不够看 鹿鸣淡淡开口 同级一战就算再强 在他眼中 也不够看 刘群等人微微一愣 随后爆发出冰冷的杀鸡 饺子 有些实力 但是凭你一人 还不够 兄弟们 一起出手拿下他 刘群大喝 强大的气息弥漫而出 刘群 有神王六众的修为 而剩下的七八人 都是神王五众的修为 第三千三百九十四章全部镇压 见识到露鸣的实力 刘群等人不敢大意 七八人同时出手 绽放出狂暴的气息 同时 有一声声怒吼从他们口中传出 然后他们的身体极具骨胀起来 原始神体 都是原始身体 刘群等人 全部施展出原始神体 化为一只只不同的巨兽或者巨人 无恙几乎都不一样 显然是不同类型的原始神体 饺子 给我跪下 乖乖戴上头巫 刘群大喝 他化为一尊火焰巨人 手持一把火焰战剑 向着露鸣爆展而来 同时 其他人也出手了 各种巨大的攻击 封锁了露鸣的四面八方 原始身体 以为只有你们有吗 露鸣冷笑 施展出骨神体 身体也极具骨杖 化为千米高的蓝甲骨神 手掌虚握 露神枪出现 一枪横扫千军 一条浩瀚的枪道掌和凝聚而出 成原形将露鸣围在中间 刘群等人的攻击落在枪道掌和上 全部被挡住了 碰 接着 露鸣一步踏出 地面狂震 展开了反击 右手露神枪一震 连续刺出三枪 三道枪盲蹦发而出 如崔库拉朽一般击溃了三个青年天骄的攻击 刺在他们身上 直接将他们巨大的身体洞穿 三个青年惨叫 身体横飞了出去 身体急剧缩小起来 化为正常大小 躺在地上难以动弹 在露鸣长枪刺出的同时 左手一拳轰出 与一个青年的拳头对轰在一起 卡擦 那个青年的拳头 直接炸碎了 血肉飞溅 那个青年大口吐血 身体飞出几百里 撞断了一座山峰 然后同样躺在那里抽搐 遭到重创 难以再战 顷刻间 露鸣就重创了四大高手 这四个青年 实力都很强 都是天骄中的天骄 胸围在神王五重 但是战力丝毫不比之前 那个牛人青年弱 但是比起露鸣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完全就是碾压 顺西坚被重创四人 刘群等人不由的大惊 这时 他们知道招惹到一个了不得的存在了 在这片世界 天骄太多了 他们虽然都是顶级天骄 但是墙中更有墙中手 这个世界 最不缺的天骄 运气差碰到更强的 也是正常的 现在他们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吼 吼 露鸣身上发光 一道道龙银之声响彻苍穹 然后一条条九爪神龙凝聚而出 五条 十条 二十条 到最后 足足有九十九条九爪神龙出现 没错 现在露鸣已经能够一口气凝聚出九十九条九爪神龙 露鸣心念一动 九十九条九爪神龙 就向着刘群等人扑杀而去 挡住 挡住 刘群等人大吼 不敢再进攻 而是施展一切手段抵挡和防御 但是 九十九条九爪神龙一起进攻 再加上露鸣现在的修为加持 太强了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 当九爪神龙一冲而过之后 除了刘群 其他人全部横飞出去 身体化为正常大小 大口吐血 气息萎靡 遭到重创 难有还手之力 刘群稍微好一些 但身上也出现一堆伤口 都是被龙爪撕裂出来的 他身体亮亮呛呛 勉强以火焰巨剑维持不倒 脸色惊骇的看着露鸣 露鸣也只是神亡五重而已 但是战力却强得过分 他们这么多人 居然不堪一击 跪下 露鸣冷漠开口 霸神枪如山岳一般 向着刘群压了下去 啊 刘群大吼 双手向上支撑 抵在霸神枪上 想要拖住 但是 霸神枪蕴含了 露鸣可怕的力量 不要说他此时在重伤之下了 就算在巅峰状态 也扛不住 刘群身体狂震 然后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屈辱无比 我没得罪你们 你们却想抓我当奴隶 很好 那么 从今之后 你们就是我的奴隶 露鸣冷漠开口 然后拿出之前刘群给他的头孤 走过去戴在了刘群的头上 刘群面如死灰 贪软在地上 被戴上头孤 生死就在露鸣的一念之间了 从此以后 他就没有自由了 成为了露鸣了奴隶 除非他不想活了 还有没有这种头孤 拿出来给我 露鸣盯着刘群道 只 只有两个了 刘群脸色难看 但不敢不从 乖乖的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两个头孤 只有两个 有些不够啊 露鸣的眼神 扫向其他人 不要 不要给我带头孤 我愿意投靠你 一个青年叫了起来 我也愿意投靠你 成为小风山第三个势力 与其他两大势力争夺原始神器 另外一个青年也叫了起来 随后 剩下的青年也大叫 表示愿意投靠露鸣 对于他们来说 投靠谁都一样 只要能在小风山修炼就可以了 他们本来就来自各个不同的种族 没有丝毫关系 平时也只是合作而已 投靠我 也好 露鸣心中一动 随后点头同意 在小风山 一个人想要凝聚出一块原始神经 要十年时间 让他一个人慢慢的凝炼 速度太慢了 若是有一群人帮他凝炼 那岂不是很爽 你们平时凝炼的原始神经 是怎么分配的 露鸣问 我们地盟之中 当然是盟主为首 普通成员凝炼的原始神经 每十颗 就要有七颗上交给盟主 如我 每十颗 要上交六颗 自己留下四颗 刘群回答 好重的剥削 露鸣心理一动 每十年 才能凝炼一颗原始神经 普通成员每十颗 就要上交七颗 自己只能留下三颗 而盟主 一动不动就能得到七颗 如刘群 也要上交六颗 自己留下四颗 那盟主 也太爽了 要上交那么多 你们就心甘情愿 陆明好奇地问 没办法 盟主修为高深 若我们不同意 就无法在小风山立足 那连一颗原始神经 都凝炼不出来 怎么修炼原始神体 提升修为 而且 在这个世界 所有能够凝炼原始神经的山峰 都是这个情况 都被强者占领了 刘群有些无奈的道 第三千三百九十五张地蒙 我要了 我们小风山算好的 一百年 自己还能到手三块原始神经 听说一些山峰 一百年凝聚十块原始神经 还要上交八块 甚至九块 另外一个青年道 不错 就算这样 还是很多人抢破头 想要加入这些山峰 资源有限 你不加入 其他人也会加入 又有人道 路鸣点点头 大概明白了 这个世界 最珍贵的就是原始神经了 但是能够凝聚原始神经的山峰有限 都被一些强者占据了 成立一个各联盟势力 定下一系列的规则 你若不加入某个势力 遵守这些规则 就无法立足 除非你不想在这些山峰凝炼原始神经 但是 除了这些山峰 在野外修炼那效果太差了 还不如不进来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将强者为尊的定律 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了 地盟一共有多少人 盟主有多高的修为 路鸣问 地盟原本有三十八人 盟主的修为 是神王七重 刘群道 神王七重吗 走 带我去地盟的总部 路鸣一挥手道 刘群脸色一变 道 难道 难道你想对地盟盟主出手 不可以吗 路鸣淡淡一笑 他不仅要对地盟盟主出手 还要对非盟出手 将小风扇完全掌控在手里 地盟盟主可是有神王七重的修为 你 刘群有些犹豫的道 路鸣的实力虽然很强 但是地盟盟主 乃是神王七重的修为 神王七重 已经跨入了高阶神王的行列 比六重强出一大截 而且地盟盟主也是绝世天骄 战力极其强大 路鸣是对手吗 怎么 你们不相信我的实力 我自有分寸 你们带路就行 路鸣一脸自信的道 刘群等人无奈 只能带着路鸣 向着地盟的总部而去 地盟总部 在一条山谷中 这里环境优越 人使神气极为浓郁 山谷口 有几个人在巡逻 看到刘群他们回来后 几个人立刻走了过来 刘群 听说你们出去找奴隶了 怎么样 有没有所获 一个魁梧的青年走了过来 哈哈笑道 目光扫射 当看到刘群头上的头孤后 脸色猛然一变 刘群 你头上怎么带着头孤 怎么回事 魁梧青年大喝 这种头孤 是给抓到的奴隶带的 抓到的奴隶 只能乖乖凝练原始神经 一块原始神经都不用分配 很简单 他现在是我的人了 很快 你们也将会是我的人 此时走出 微笑道 你 你是谁 魁梧青年一愣 现在才注意到路鸣 我叫路鸣 很快就会成为地盟之主 你们盟主呢 叫他出来投降 路鸣大咧咧的道 想让我们盟主投降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魁梧青年怒吓 眸光森冷 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向着路鸣压去 不过路鸣如木春风 踏步向前 道 既然不投降 那就打到你们投降 连踏几步 迫近魁梧青年 找死 杀 魁梧青年大喝 手掌如刀 向着路鸣暴展而下 神王六众 这个魁梧青年 胸围不低于刘群 同时一出手 带着浓郁的洪荒古老的气息 路鸣一看就知道是本源神力因子三次觉醒 是和刘群同一个等级的天骄 路鸣运转神力 一拳轰了出去 与魁梧青年的手掌碰撞在一起 卡擦 一声骨骼断裂的声音传出 魁梧青年的手掌完全变形了 就连整条手臂都扭曲得不成样子 魁梧青年惨叫一声 身体连连后退 脸色惨白的看着路鸣 快 叫盟主 魁梧青年大喝 立刻就有其他青年长孝 孝声远远的传进山谷中 下一刻 山谷中就有长孝声传出回应 同时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从山谷中爆发而出 然后这些气息 急速的向着山谷外冲来 一个神王七重 两个神王六重 看来地盟的盟主 亲自出来了 好 路鸣一笑 很快 一群人出现在山谷口 总共有二十几人 加上刘群他们 差不多三十几个 地盟的人 都到齐了 后年 怎么回事 还有刘群 其中一个背上长着一对火红翅膀的青年目光扫是全场 落在之前魁梧青年和刘群身上 当看到刘群头上的头孤后 眼中迸发出冰冷的寒光 盟主 刘群被叛了 投靠了这个家伙 之前那个魁梧青年 叫做后年 指着陆明大吼 嗯 地盟的人 目光都看向了陆明 特别是那个背后长着火红翅膀的青年 更是目光如电 你就是地盟的盟主 陆明踏步向前 看向红火翅膀青年 不错 看来你是来挑衅我地盟的 火红翅膀青年露出寒光 挑衅你地盟 不 我是来掌管地盟的 这片山区我要了 你们要是想在这里修炼 就投降吧 投靠我 陆明大咧咧地道 呵呵 想要小风扇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 火红翅膀青年冷声道 一对火红色的翅膀吃辣的张了开来 浑身火焰弥漫 火光冲天 现场的温度急剧升高 一股炙热的气息 向着陆明压去 不过 陆明身上 也同样浮现出一层火焰 温度同样高的惊人 与对方对抗 这是太阳神力 同样三次觉醒 智阳智刚 忽然 火红翅膀青年 也就是地盟盟主 动了 化为一道火红色的光芒 冲向了陆明 速度快到惊人的地步 在飞出的瞬间 他手中出现一把烈焰长枪 杀向了陆明 这是他的本源秘术 太阳之日 陆明心中一动 一轮大日浮现而出 散发万丈光辉 向前震压而下 轰 地盟盟主的烈焰长枪 似在大日之上 爆发出惊天轰鸣 一股股可怕的火焰 向着思念八方冲击而出 地面上的岩石变得火红 然后快速的融化 化为了一滩液体 快退 其他青年大惊 连连后退 不敢靠得太近 逐日神枪 杀 地盟盟主大喝 长枪震动 激发出万丈枪盲 笼罩向陆明 第3396章给我戴上八 比枪法吗 那就来吧 陆明低语 霸神枪出现 一挥手 空中有一个个战神浮现而出 手持长枪 骑着战马 杀向了地盟盟主 这是战神世家的战神机 足足有上百个 与对方的枪盲不断碰撞 瞬息间交手了上百招 没有分出胜负 这就是你的实力 地盟盟主也不过如此 露鸣不屑的声音响起 秋药张狂 地盟盟主大喝 他身上的气息更强了 身体急剧骨胀起来 简然 地盟盟主开始施展原始神体 最后 他化为一只鸟头人身的巨兽 他的头如鹰头 背后还有一对巨大的翅膀 而身体是人类的身体 通体火红 被火焰笼罩 这种也是原始神灵中的一种形态 非常古老强大 施展出你的原始神体 让我看看你的最强战力 地盟盟主的声音响起 就凭你想要看我的最强战力 还不够资格 不过要看我的原始神体 那就让你看看吧 露鸣淡淡开口 接着施展出古神体 化为一尊千米高的蓝甲古神 古神体吗 杀 地盟盟主手持火焰长枪 冲向了陆鸣 慕名挥舞长枪 迎击两人碰撞在一起 当当当 长枪不断的碰撞 激发出万千枪芒 将这片山鼓打的一片狼藉 转眼两人就交手了几十招 说实话 地盟盟主很强 几乎没有弱点 神王七重修为 本元神力因子三次觉醒 掌控本元秘术和原始神体 并且还有其他厉害的秘术 实力之强 丝毫不在蛮族的爵士天骄满劫之下 当初露鸣击杀满劫 几乎用尽了全力 不过经过这些年 露鸣在纳雅陛下进步很大 又有三种神力三次觉醒 还觉醒一种本元秘术 实力比起和满劫大战的时候 又强了不少 刘群等人后退几万米 远远观看 他们知道这是争夺地盟统治权的大战 谁赢谁就能掌控地盟 成为小枫山两大霸主之一 有点实力 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 出来吧太阴之月太阳之日主宰之门 露鸣低吼一声 他的头顶连续有三种本元秘术浮现而出 这这么多种本元秘术 你修炼是古修炼法门 地盟地盟叫了起来震惊不已 他为火焰一人族一人族乃是洪荒宇宙的大族 即便在洪荒万族榜排名都非常靠前 一人族各种分支遍布宇宙各地 而他便是来自一个强大的分支 实力比太虚圣朝要强大很多 他也见识过其他修炼古修炼法的天才 多种神力一起修炼战力强决 但是能真正觉醒出几种本元秘术的 却是少之又少 此刻看到露鸣师展出了四种本元秘术 他自然震惊异常 太阴之月太阳之日悬浮在露鸣头顶 散落下一道道霞光 这些霞光看似美丽 却异常危险充满了毁灭性的力量 地盟盟主脸色大变 低吼一声 在身体周围布下了层层火焰 当霞光落下的时候 他身体四周的火焰疯狂的震动起来 接着主宰之门镇压而下 如一座太古神山 压向地盟盟主 地盟盟主大吼一声 挥枪抵挡 爆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 主宰之门被挡住了 但是地盟盟主的烈焰城墙疯狂震动 差点爆碎开来 而他身体四周的火焰 也一阵颤抖 出现了空隙 被太阴之月和太阳之日的霞光渗透进去 落在他身体上 地盟盟主一声惨叫 身体横飞了出去 出现了一道道伤口 差点被斩为好几节 陆明岂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他人枪合一 化为一道枪盟 动穿而出 向着地盟盟主刺去 地盟盟主根本挡不住这一招 身体被枪盟动穿 定在了一处墙壁上 盟主败了 四周 其他人瞠目结舌 有些难以置信 要知道他们年纪都不大 是来自各个种族的绝世添交 在他们的种族内 他们都是越级挑战的存在 同级几乎无敌 实力强大 但是 现在的盟盟主 在羞为高出两众的情况下 却败给了陆明 即便他们见多识广 如陆明这样的变态妖孽 也几乎没见到过 你败了 陆明钉着地盟盟主 冷冷道 既然败了 我便投降 帝蒙盟主非常干脆 在这个世界 强者为尊 强者能够占据更好的资源 他早就有这个觉悟 既然要投降 带上头姑吧 陆明淡淡道 带上头姑 不行 我既然说投降 就绝对投降 根本不需要头姑 帝蒙盟主大吼起来 是吗 不过还是带上头姑 让我放心 放心 等我要离开这里的时候 会将头姑去掉的 陆明道 然后拿出了一个头姑 在神力的作用下 头姑快速变大 然后带在了帝蒙盟主的头上 这两个头姑 已经被陆明炼化 完全被陆明掌控 只要心念一动 就能爆炸开来 将对方的头颅炸裂 控制住帝蒙盟主 陆明散掉了霸神枪 身体急速缩小 恢复了原样 帝蒙盟主 也恢复正常大小 大口喘息 然后拿出一个神丹吞服而下 闭目开始疗伤 陆明刚才并没有下杀手 所以帝蒙盟主的伤势并不重 没有多久 便恢复得差不多了 盟主 帝蒙盟主起身 对陆明抱全行礼 现在他已经投靠陆明 自然陆明是盟主了 他虽然心理不甘 但也无可奈何 盟主 其他人也向陆明行礼 对于其他人来说 谁当盟主都并不重要 他们反正要上胶原始神经 只要信任的盟主 不要搜刮得太过分就行 准失最大的 就是之前的帝蒙盟主 他以前只要做想其成就可以了 但以后不行 以后他不仅自己要凝练原始神经 还要上交一部分给陆明 随后 陆明知道了帝蒙盟主的名字 叫做天行 非蒙的总部在哪里 实力如何 这时 陆明看向了天行 非蒙的实力和我们差不多 非蒙的盟主 实力和我差不多 盟主是要对非蒙出手了吗 天行问道 第3397章杀到非蒙 不错 出发吧 陆明一挥手 当即 天行带路 一行人杀向了非蒙的总部 非蒙的总部 在小枫山的另一边 也是一个环境极佳之地 当陆明他们到来的时候 自然惊动了非蒙 抓 抓 身形闪动 足足有几十道身影 出现在陆明他们前方 陆明一眼扫去 发现总共有四十个年轻的身影 其中有几人 正是一开始围住陆明 要陆明交出储物戒指的蛇发青年 蛇夫 不过蛇夫等人 跟在一个蓝袍青年身后 显然这些人 以蓝袍青年为首 天行 你带人来我非蒙干什么 难道要和我决战吗 你应该知道 你我难分胜负 那个蓝袍青年钉着陆明道 此人便是非蒙的蒙主 水蛆 水蛆 今日来 可不是我要和你一战 天行冷冷一笑道 不是你要和我一战 那你带着你们地蒙所有成员 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不管怎么样 今日你要把话说清楚 不然真当我非蒙好欺负了 水蛆冷声道 天行还要再说 陆明轻轻一抬手 天行便停下闭口不言 今天来的目的很简单 投降吧 投靠我 以后你们可继续在小风山 凝炼原始神经 不然的话 都滚出小风山 陆明的声音响起 让非蒙的人愣住了 天行没有说话 突然跑出一个不相干的人 大言不惭地叫他们非蒙投降 不然要滚出小风山 这小子是谁 好大的口气 天行都没有说话 他就在这里大言不惭 真是好笑 几个非蒙的人嘲讽不已 而那蛇夫 眼睛一瞪 叫了起来 我认得这小子 这小子是新来的 之前一个人在小风山 吸收原始神器 差点被我教训 若不是刘群那家伙救了他 他已经被我镇压了 原来是一个新来的小子 难怪狂妄无知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可怜可笑 几个非蒙的成员继续出言嘲讽 本来 他们还怕陆明是什么 明山跑来的高手 但听到蛇夫说的话 他们放心了 明山来的高手 会一个人在小风山 吸收原始神器吗 懂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吸收原始气息修炼 是最慢效率最差的 只有凝聚原始神经修炼 效果才是最好的 很明显陆明是一个愣头青 刚来的 而且差点被蛇夫镇压 是刘群救了他 说明实力很一般 非蒙的人 才会肆无忌惮地嘲讽 狂妄 不知道天高地厚 非蒙的这些人 真是找死啊 地蒙那边的人 面色古怪看着非蒙的人 非蒙的人 居然说陆明不知道天高地厚 到底是谁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们可是知道陆明有多强的实力的 不过 地蒙的人 自然不会去提醒非蒙 在小风山 地蒙和非蒙一直竞争 彼此交手不在少数 早就结怨 如果非蒙惹得陆明不高兴被狠虐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小子居然又跑到这里来 也好 让我好好教训他 蛇夫接着冷笑 踏步踏步而出 满头蛇发乱舞 看起来争鸣恐怖 蛇夫 不要大意 水区提醒 刚才 水区看到陆明一抬手 天行就不说话了 这让他有种不好的感觉 他了解天行 天行可不会这么好说话 蒙主 放心 这个小子只是神王武众的修为 翻不了天 你们帮我盯着地蒙的人就行了 蛇夫一笑 一双细眼寒光闪烁 来到陆明生前 当然 他多想了 天行等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没有丝毫想要出手帮陆明的打算 因为他们知道 陆明根本不需要帮 蛇夫见词 微微诧异了一下 不过根本没有多想 他对自己的实力 充满了信心 废话真多 要出手就快点出手 别唧唧歪歪 陆明挟视了蛇夫一眼 轻描淡写的道 饺子 你急着找死 那就送你上路吧 蛇夫眼中寒光更盛 阴冷的开口 话音当落 一道黑影 猛然冲了出去 向着陆明的咽喉冲去 这是一条蛇影 陆明看的分明 是从蛇夫的头发飞出来的 蛇夫的衣缕头发 化为一条毒蛇 咬向陆明的咽喉 这手段 倒是奇特 陆明淡淡一笑 手掌发光 如刀锋般一斩而出 扑痴 这条毒蛇 直接被斩为两截 剩下的一段 快速地松了回去 饺子 赶斩我蛇灵 找死 让你尝尝我的万蛇是身 蛇夫怒吼 然后他满头的蛇发 全部扭动起来 快速变长 化为一条条毒蛇 向着陆明咬来 密密麻麻的毒蛇 发出嘶嘶嘶的叫声 腥臭味扑鼻 还真是恶心的秘术 给我镇压 露鸣皱眉 露出一丝恶心之色 懒得和蛇夫墨迹 然后太阴之月 太阳之日浮现而出 向着蛇夫镇压而下 漫天下光 将蛇夫以及那些恶心的毒蛇 笼罩进去 顿时 那些毒蛇就疯狂地扭动起来 似乎非常痛苦 然后就像冰雪遇到了火焰 开始融化起来 啊 蛇夫惨叫 似乎非常痛苦 想要施展出原始神体抵挡 但是陆明手掌一压 太阴之月与太阳之日轰猛龙的镇压而下 毁灭之力量彻底笼罩蛇夫 一声惨叫 蛇夫横飞了出去 飞出了几百里 摔倒地上 浑身直冒青烟 他的身体已经破破烂烂 血流不止 遭到了重创 惨不忍睹 飞蒙的人 瞳孔一阵收缩 露出惊骇之色 蛇夫的神力可不弱 神王六众的修为 在飞蒙中 除了水区之外最强者之一了 但是在陆明手上 居然被轻易碾压 来者不善 现在 飞蒙的人终于知道 陆明等人 来者不善 两种本源秘术 水区的脸色 也极为凝重 特别是想到刚才陆明一抬手 天行就乖乖闭嘴的场景 他心里不好的预感更浓了 我再说一遍 要么投降 要么滚出小风山 不服者 可来一战 陆明再一次开口 你的实力的确很强 我倒是想要切磋一下 你若能击败我 小风山是你的 此刻 水区开口 慢慢的踏步而出 第三千三百九十八张 掌控小风山 水区身上被一层蓝色的光辉笼罩 如深海的水流一般流荡 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他整个身体都扭曲起来 仿佛化为了水 他要与陆明一战 胜者掌控小风山 败者离开小风山 或者投降 哗啦 忽然 水区动了 他的身体化了开来 化为一条河流 向着陆明冲来 冲来的同时 河流河水激荡 飞出一把把由水流凝聚的战舰 杀向陆明 千极水窝 河流中 传出一声低沉的吼声 接着 陆明头顶 猛然出现了十几个巨大的漩涡 由蓝色晶莹的水流构成 疯狂的旋转 仿佛要将一切东西席卷进去碾压成灰 这是水区的本源秘术 陆明给他一种危险的感觉 所以他不敢大意 一出手就用出了权力 来吧 陆明眼中露出战役 神力运转 气息迸发 用出了战自觉四倍战力 同时一挥手 好几种本源秘术浮现而出 杀向了水区 说实话 水区的实力不弱于天行 不然也不会和天行争斗那么多年没有分出胜负了 不过对上陆明 结果已经注定 陆明操控几种本源秘术 不断的镇压而下 水区终究难以抗衡 勉强抵挡了十多招 就被激得横飞 大口吐血 遭到了重创 我败了 我愿意离开小枫山 水区一探道 离开 我说过让你走吗 陆明淡淡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之前说过的 我们若失败了 可任我们离开 你想出尔反尔 水区脸色一变道 没错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陆明冷笑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个头孤 向着水区走去 他要将水区控制在手里 这些可是能为他凝练原始神经的 他可不想错过 你 baby 水区大吼 化为一股水流就想要逃走 他既然败了 他认了 他打算离开小枫山 前往那些名山 以他的实力 进入那些名山加入一个 实力还是可以的 在那些名山 听说剥削的更加厉害 凝练十块原始神经 起码要上交九块 甚至还不止 要交更多 但是 在名山凝练是速度快啊 在一些小山峰 十年才能凝练一块 一百年才能凝练十块 如果水区投靠陆明流下来 就算每十块上交六块 一百年自己到手的也就四块 但是在名山 一个月能名念一块 一年十二块 一百年 一千多块 就算上交的厉害 最少也能剩下几十块 这完全是小枫山没法比的 水区被陆明击败 本来打算离开 前往那些名山的 没想到 陆明压根没想让他走 主宰之门 陆明一挥手 主宰之门直接向着水区 镇压而下 水区已经重伤 根本抵挡不了陆明的攻击 直接被镇压在主宰之门下面 难以动弹 接着陆明踏步向前 将头孤带在了水区的头上 你 哎 最终水区无奈一探 放弃了反抗 现在是板上鱼肉了 反抗只会死路一条 你们呢 陆明目光如电 望向飞蒙盛下的人 我们愿意归降 飞蒙盛下的人看水区都败了 哪里还敢反抗 都乖乖投降了 好 那以后 小枫山旗有我们一家了 我们需要改个名字 就叫龙蒙吧 放心 你们跟着我 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天行 水区 你们以后凝练的原始神经 每十块可留下七块 只上交三块 陆明大声道 将以前他创建的龙蒙的名字 直接拿来用了 多谢盟主 天行和水区行李 露出一丝喜色 每十块 只要上交三块 这虽然远远比不上 以前自己当盟主那么爽 但已经超出他们的预料了 比他们想象的要好了 其余人等 每十块 只要上交五块 自己可留下五块 陆明又对其他人道 多谢盟主 其他人全都大喜 以前 他们每百年 要上交七块或者六块 而现在 只要上交五块 这已经大赚了 他们顿时觉得 换一个盟主 没有什么不好的 甚至比以前更好 你们手上 有没有原始神经 接拿几块给我 陆明目光扫视 露出期待之色 之前直接吸收原始神器修炼 效果都比外面好了那么多了 那直接炼化原始神经 会有怎么样的效果 陆明相当期待 这个盟主 原始神经很难有剩下的 一般我们得到后 都会直接炼化掉 转化为实力 所以 没有剩下的 水区有些尴尬的道 盟主 我这里倒是有两块 这时 天行开口 好 先给我 在你以后要上交的里面扣 陆明眼睛一亮 随后 天行拿出了两块暗红色的晶体 交给了陆明 晶体大约龙眼大小 陆明接过 便感觉有一股强大无比 纯净无瑕的能量 向着他的手掌钻去 这就是原始神经吗 感觉能量变异了 陆明感应了一下 心中移动 他感觉 原始神经的能量 的确是原始神器凝聚而成的 但是因为浓度太高了 产生了变异 变得更高级了 作用绝对比原始神器更大 好了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陆明一挥手道 是 天行 水去等人一抱拳 然后身形闪动 离开了这里 来到小枫山各地 开始凝聚原始神经 而陆明 则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盘膝而坐 拿出一块原始神经吞了下去 开始炼化起来 咚咚咚 古神之心跳动得更加厉害了 如雷鸣一般 将原始神经的能量吸收 然后化为一股股强盛的血气 涌入四肢百骸 这股血气太强了 比之前吸收原始神器的时候 强出太多了 陆明的身体 一下子都难以完全吸收 陆明又运转乾坤万道绝 来吸收这股能量 没想到 这股能量直接就转化为了各种神力 被星河吸收 原始神经的能量 不仅仅能提升原始身体的强度 还能用来提升神力 可谓一举两得 原始神经的能量很浓郁 陆明一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才能将原始神经的能量吸收完 第3399章明山来人 一块原始神经 陆明足足用了半个月 才完全吸收 但是 效果是惊人的 比单独吸收原始神器几年的时间还好 陆明感觉古神体进步了一大截 更加靠近子甲骨神体了 这样下去 陆明相信 要不了多久 古神体就能进步 跨入子甲骨神体 同时 他的神力 也提升了一些 虽然不是太多 主要是分摊到11种神力上了 但也比正常修炼 要快了很多倍 原始神经的效果果然非凡 要是由几百块上千块 不断的炼化 那股神体和修为的进步 肯定非凡 难怪这里的人 原始神体的威力都很惊人 陆明思寸 他之前和流群 天行 水区等人对战过 发现他们的原始神体火候 都非常惊人与强大 特别是天行和水区 两人修炼的虽然不是古神体 是其他原始神体 但如果与古神体相对应的话 已经非常接近蓝甲骨神了 起码相当于青甲骨神体的极限 在太虚圣朝 也不是没有人修炼古神体 但是陆明从来没有见到有人能修炼到这个火候的 陆明能修炼到这个境界 与他一连串的奇遇是分不开的 陆明得到一连串的奇遇 才修炼到这个境界 而陆明近来这里碰到的天骄 一个个火候身后不比他弱多少肯定是因为这里的原始神经了 如水区和天行 以前坐享其成 常年累月下来不断的炼化原始神经 原始神体不强才怪 这里还只是小风山 一座小山而已 那些明山一个月就能凝聚一块原始神经 那些呆在明山的天才 原始神体能修炼到什么地步 继续接着陆明将剩下的一块原始神经也吞下炼化 半个月后也完全炼化了 不过古神体并未突破 古神诀上记载 古神体分为赤橙黄绿青蓝子七个等级 死甲古神体是最后一个等级 突破的难度极大 非常的困难 一般来讲 若是没有机缘 一辈子也难以突破 自然不是靠两块原始神经就能突破的 没有那么容易 当然 突破越难 一旦突破 收获也就会越大 其他人凝聚原始神经 需要十年时间 还是一边修炼一边等吧 陆明思存 然后闭关修炼 吸收天地间的原始神器 他每修炼一段时间 都会拿出传音玉符给蓝商和万神传音 可惜没有效果 传不出去 就这样 时间飞快流逝 转眼陆明来到小枫山 就百年时间了 百年时间 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是眨眼而已 百年时间到 陆明手下的那些成员 开始上交原始神经 陆明手下 加起来70人左右 一下子收到了350多块原始神经 一下子收到那么多原始神经 差点让陆明流口水 这么多原始神经 肯定能一口气冲到子甲骨神体 陆明眼睛明亮 经过百年的修炼 陆明感觉骨神体距离子甲骨神 只有半步之遥了 就差一点 就能跨过了 但就是这么一点 让陆明一直卡在那里 难以突破 现在有了这么多原始神经 肯定能一口气破开 陆明正要拿出一块原始神经吸收链化呢 忽然有一道身影急速而来 叫道 盟主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刘群 怎么回事 陆明眉头一皱 这来的人 正是刘群 盟主 有人来闹事 已经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了 刘群道 来闹事 找死 陆明冷喝 盟主 可 可对方是来自明山的人 刘群开口 脸色有些苍白 明山 很好 去会会 陆明言罢 大步向外走去 刘群连忙跟上 路上 刘群简单了说了一遍 对方是来自明山之一的风云山 乃是风云山其中一个势力云天蒙的人 之前突然降临小风山 让他们将身上的原始神经都浇出来 不然就踏平小风山 然后双方发生了冲突 但是对方势力非常强大 天行和水区 先后败在对方手中 被对方打伤 不一会 陆明和刘群 就来到了小风山的山顶 在山顶中央 有一个两个白袍青年 站在那里 副手而立 一副唯我独尊的模样 盟主 看到陆明到来 其他人眼睛都是一亮 天行 水区等人连忙上来 陆明目光一扫 发现天行和水区两人气西伟迷 显然都受伤了 你们没事吧 陆明问 没事 盟主 你要小心那两人 他们的修为虽然只是神王七重 但是原始神体极强 天行小声道 嗯 陆明点点头 然后望向了那两个青年 两个白袍青年 也看向了陆明 其中一人道 你就是这座小山的山主 很好 将你们身上的原始神经 都交出来吧 我们的原始神经 为什么要交给你们 陆明淡淡一笑道 很简单 从今天开始 这座小山 归我云天蒙管辖了 白袍青年一笑 胡说 风云山距离这里无比遥远 而且名山的势力 一般不会插手其他小山的事情 我看你们是刚好路过这里 想要沿路搜刮一笔原始神经 天行怒吓起来 他来到这里不短的时间了 对于一些事情 还是知道一些的 这些名山上的天才 有时候有事外出 有些品性不佳的人 就会打那些小山的主意 在这些小山搜刮一批原始神经 小山的原始神经虽然很少 但是数量多啊 一路搜刮过去 效果也是惊人的 简然 这两个白袍青年 就是如此 那又如何 你们若是不交 那我们不介意灭掉你们 一座小山的蝼蚁 即便全部消失 也不会激起半点波澜 之前开口的那个白袍青年冷声道 是吗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怎么灭我小风山 露鸣脸色冰寒 踏步而出 冰冷的杀鸡弥漫 神王五重 呵呵 真不知道以你的修为 怎么坐上这座小山之主的 那个白袍青年露出嘲讽的笑容 第三千四百张子甲骨神体 白袍青年冷笑 向着露鸣踏步而来 身上的气息冲天而起 此人 有神王七重巅峰的修为 浩瀚的神力 化为一支巨掌 向着露鸣一压而下 想要将露鸣镇压 但是露鸣一拳轰出 一条九爪神龙长笑 冲天而起 直接将这道掌印撕裂了 饺子 给我趴下 天空神拳 白袍青年长笑一声 冲天而起 然后连续挥拳 他双拳发光 顿时迸发出无数拳镜 向着露鸣轰去 每一道拳镜 都可怕无比 将虚空轰的不断炸裂 神龙法相 露鸣低喝 触发了战子绝四倍战力 体内神力如江河之水 涌向了双手 随着露鸣双手的推动 一条条九爪神龙浮现而出 总共出现了99条 99条九爪神龙怒吼的 扑向了白袍青年 与对方的拳镜碰撞在一起 轰轰轰 天空不断乍响 狂暴的能量席卷八方 几个呼吸之后 拳镜和九爪神龙 全部消失了 有点实力 难怪那么嚣张 但是这点实力 在我面前 不够看 白袍青年大喝 眼神更加冰冷了 他居然连一个神王武众的人都没有拿下 感觉丢了面子 杀鸡更胜了 陆明无语 到底是谁 嚣张了 他们自己杀到小风山要搜刮他们的原始神经 现在变成了陆明 嚣张了 难道在这种人眼里 自己多么嚣张狂妄 那都是正常的 别人反抗一下 就是嚣张了 可这种人 陆明懒得废话 给我死吧 此刻 白袍青年大吼 他的头顶 浮现了一只青铜拳头 是的 一只仿佛青铜打造的拳头 巨大无比 如一座小山一般 散发出可怕的威压 空 拳头一震 向着陆明镇压而下 狂暴的尽力迸发 让龙盟中一些凶为弱的人 都站不住身体 连连后退 躲避这种静气 这是对方的本源秘书 霸神枪 陆明手掌虚握 霸神枪凝聚而出 然后一道枪盲冲天而起 向着青铜拳头轰去 两者轰击在一起 一声更加恐怖的爆炸声响起 霸神枪和青铜拳头 都剧烈的震动起来 随后 青铜拳头向后飞出 而霸神枪也急速缩小起来 该死的砸碎 给我死 连是斩出本源秘书 都没有击败陆明 白袍青年更怒了 怒吼一声 他的身体急剧暴涨起来 化为了一尊巨人 这是 古神体 陆明一愣 没想到 白袍青年修炼的 居然是古神体 和陆明一样 但是 对方的古神体 太高大了 足足有万米高 浑身散发出紫色的光芒 紫甲古神体 白袍青年的古神体 居然已经修炼到紫甲古神体 比陆明还高一个级别 不愧是明山出来的天才 资源太多了 陆明感叹 对方的古神体 比他还高一个等级 明山的资源 让陆明眼馋 碰 万米高的紫甲古神 一步踏出 向着陆明踏下 同时 那只青铜拳头发光 飞向了白袍青年 和他的拳头融合在一起 抓 陆明施展出九天坤棚树 身形暴退 避过了对方的一角 然后身体急剧膨胀 化为了蓝甲古神体 不过 蓝甲古神 才千米高 离对方差远了 在对方面前像是一个小不点 原来也是古神体 不过只是蓝甲古神而已 给我死 白袍青年不屑的声音响起 然后那只融合了青铜拳头的拳头 向着陆明轰来 陆明连忙以霸神枪挡在身前 轰 拳头轰击霸神枪之上 让霸神枪疯狂的震动 上面居然出现了几条裂痕 差点爆炸开来 陆明身体发麻 感觉一股可怕的力量碾压而来 身体不由的暴退 撞在一块凸起的山石上 将山石撞得粉碎 好恐怖的力量 这就是子甲古神的力量吗 陆明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 对方施展出古神体之后 力量暴涨的太多了 战力比之前强了一大截 陆明就算施展出古神体 都不敌被对方可怕的权力击伤 陆明之前猜的没错 子甲古神 比蓝甲古神强太多了 越是难以突破 突破之后 收获越大 难怪天行和水区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虽然修为相同 但是对方施展出子甲古神体之后 天行和水区绝对不是对手 哈哈哈哈 小子 就算你有一点实力又如何 在我面前 就是蝼蚁 杀 白袍青年大笑 连续踏步 又是一拳向着陆明轰来 那就看看 子甲古神 到底有多强吧 陆明没有畏惧 反而兴奋起来 战役冲销 随后一声大喝 陆明将所有神力运转到极致 他的头顶 一轮月亮 一轮太阳浮现而出 接着 主宰之门 破须之剑 太古神龙号角 相继出现 六种本源秘术 怎么可能 白袍青年震惊的大吼 简直难以置信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一战吧 陆明大喝 双手一按 各种本源秘术 爆发出可怕的威能 从四面八方向着对方轰杀而去 本源秘术多又如何 照样杀 白袍青年反应过来 幕后一声 挥舞着拳头 向着陆明轰来 下一刻 与陆明各种不同的本源秘术 轰击在一起 剿风山之巅 响起了大爆炸 毁灭性的力量 将山顶印生生地消掉了一大块 两人全力对抗 爆发出可怕的近期浪潮 山顶周围 除了另外一个白袍青年 还有天行与水区两人 其他人都难以立足 连连后退 远远的观看 转眼 两人就碰撞了几十下 没有分出胜负 不得不说 白袍青年很强 特别是配合 紫甲骨神体 威能太强了 居然与陆明现在的状态 大战成平手 紫甲骨神体 威力果然强大 陆明不惧反省 他就快要突破 紫甲骨神体了 一旦突破 战力无疑会暴涨 他更加期待了 该死 该死 而白袍青年 心里却大吼 简直难以相信 以他的实力 居然在比陆明高出 两重的情况下 都奈何不了陆明 这种变态 即便在天才如云的明山 风云山上都没有 这是来自洪荒宇宙 哪一个势力的